这几只小鹅能孵出来 一定是上辈子做了天大的好事的 才会有如此的好运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开始的时候 是由村里的老乡 他家的母鸡孵化的 结果孵了二十多天的时候 母鸡不干了 跑路了 你们知道吗 然后恰巧这个时候 另一个老乡家 他家孵的鸡蛋 被他家养的狗给吃掉了 所以第二天的时候 我们赶紧把鹅蛋 给另一个老乡家继续孵 于是就有了这些小可爱 还挺坎坷的吧 我们现在去把小鹅给取出来 这老乡家的狗还是比较凶的 就是他把自家的鸡蛋给吃了 这两只鸡妈妈的鸡蛋 全都被那只狗给吃掉了 所以现在这六个鹅蛋 都是由两位鸡妈妈 同同孵化的 还有一个蛋已经裂了 这一个多月了 终于孵出来了 孵了六个鹅蛋 已经出了三个了 晚上怕它们能给它们弄的被子 哎 还弄 弄弄弄弄 不知道现在会不会吃东西的 先藏起来 藏起来 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 别动着 藏起来 弄弄一点新鲜的莴笋叶子 偏细的 加点资料 不会吃啊 还不知道吃呢 出来就随着大小别 出来就随着大小别 吃不吃啊 这个会吃啊 不会吃就算了 我们在这休息一下 不知道过多久才会吃 等会再试一下能不能吃 就这样了 почему 别动了 客人 下午 下午 下午